5月14日,五間馬經摘要有 黃隱複星今次重戴眼罩 潘頓說,裏面兩隻快放馬 希望他們慢一點,等他可以現一放到底 電子宇宙上次前快後快,正點前隨手 希威森說今次不會重複犯錯 合火奔馳連贏三場,背景輕鬆 潘頓說今次背頂榜一樣可以照贏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經的環節 五間馬經會介紹三匹馬匹 在那組中比較有優勢 希望大家就算不是主力投注對象 都可以留意或兼顧它 未講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實心充鍵 有新片時都會和大家鬆上 好,今次剛好那三場就是三寶的場次 希望最好的結果就是三川一邊 即是單式三寶 當然我都覺得不太容易 不過都要介紹給大家 第一隻馬匹 又是我們的舊雙號 好,就是黃隱複星 黃隱複星到季尾這些時候 將近踏入五歲 你說體力拍不拍下滑呢? 其實對很多馬來講 都不只有它是這樣的 有其他,譬如超威力這些 雖然它是出的次數比較少 但是它本身的能力 就未叫很高 它唯一可取的地方 你別覺得它衝出會有什麼雙體力沒有 人家今季才能出四次 但是當然是因為有傷患 十月六日的時候 隔了五月六 半年以上可以當成沒有 問題是它能否復原 復原一回 復原一回一檔 這些會幫到它 但黃隱複星 上次千八個氣量 都令我覺得眼前一量 因為我們買了獵景追飛 大家記得了 泰爾尹後面中了七百多元 金媽寶不再重複了 說到口水乾 因為我們一Q還有這條Q 500元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去數到第六名 都仍是後上馬 優勢大 前置得一隻可以回來 就是什麼 就是快快快 慢 極慢 然後更慢 放不到回來的黃隱複星 就是因為它頭三段放得太快 結果拉斯直路斷 斷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隻馬 根本就不是跑千八 也沒有在同程贏過 千八都不是它拿手 跑一次試試 不走著說對不起 就跑回1650 所以這些馬 今次落回千八 去回1650 就可以留意了 問題是九檔 重戴眼罩 會不會走太快 有機會 還有兩隻會頂取 一隻黃志宏的冠寶區 另一隻超威力 一隻一檔一隻五檔 九檔當然有機會走三碟 怕不怕 怕什麼不怕 但是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的話 冠寶區這隻馬 假使它要放 頭斷大約28秒 1650 即是出了閘 轉第一個彎 當時已經八檔 起步時 可能有些碰撞 你便看上一場 上一場 就算它放斷 也好 頭斷27秒74 出閘迅速 前速甚快 當然是比較同場 已經放快的標準時間 0.41秒 今次 比起上次更輕 早段 當然會出閘再快 所以你可以假定 至少在黏地 都會有 你可以假定 背輕了磅 至少也有27秒74 而超威力 上次 沙田千龍放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前速 因為它跑完沙田千龍 段速不同 當然實際上 都可以計算 但是計算 這場它究竟會不會放 你都要想 對吧 它以前跑1650 其實它不是沒有跑過的 入Q那次輸給芙蓉莊 放快輸給18獎等等 它都試過放 而且放的人還要是潘頓 隨意跟隨令放馬 自己十當 其實頭段都28秒頭 都是比標準時間慢一點 如果你說這隻馬很高前速 它一定是不夠貫寶區塊 而我是巴道 當然 你們神經病 為何跟你們瘋 一向都是跟馬跑好一點 所以 這場 它未必會放 所以 就算它要放 其實它都不夠貫寶區塊 貫寶區會在外面蓋過 唯一 要擔心 就是 黃隱複星 自己做了多少 這隻馬 我真的省眼都會背 大家就不是 所以 告訴大家 這隻馬 其實前速和貫寶區只不過是相約 你看黃智宏 每一次 就算排外檔那些 它都放得出來 其實它不是特別快的馬 它只是一隻 比較均速可以快步走的馬 潘頓出閘反應快點 揹小些磅 你大底上 都可以 拿它的程度來做指標 尤其是 譬如 譬如田泰安 跑第二 輸頸 輸給威威鬥士 那天 你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大約的前速 都是28秒正 即是說 其實它和超威力前速差不多 不過 走二鐵 是否真的虧 你就要衡量一下 還有 貫寶區 如何處理它這場 亦都要想 如果它真的放掉了 中間有個洞 超威力又上手 誰知道巴道讓給黃隱複星 放進來 都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這場 黃隱複星能否在三甲 其實主要都是看五六這兩隻馬 組斷的走位是怎樣 然後最關鍵最關鍵的是什麼 就是 除了潘頓 即是重戴眼罩 這隻馬 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上次剛才不是說 一堆後上馬追上來的 究竟它怎樣跑 何時斷才是關鍵 跑千八米 如果下回1650 我們要擔心的就是 隻馬去到何時斷 入直腦的時候 前面望人復星 你會看到二百五 它還未被人過 但是 到二百米 怎樣 整堆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隻馬 其實現階段 它大約只有1600米 這樣放快了 會不會沒有 放心 這次 休息期又比較長一點 這些馬仍持續地四歲 它成長近 多少會好些 你看到操練 正正常常沒有缺貨 在蟲化已經很足夠 而它的運動量這麼大 亦都是一些好現象 為什麼? 沒有跌榜 九檔 潘頓就是經常贏 你不相信的馬 正正經經擺一檔 好像前面那些馬 才是危險 經常都跟大家說 那些都很容易是復 月球小心一點 所以想想 都是復環復星好些 尾場其實也是 不過你都會不相信 因為加了10磅 我們廣告回來 再說說電子宇宙 昨天新世紀速軍賽事都說得很詳細 大家有沒有看 其實這隻馬 昨天說了很多 大家要詳細聽 短築就在那裡聽 但是想跟大家說 這場其實對手 我們按一間屋仔 你就會看到 你用瞬家漢獨贏 如果將贏過的馬 同情 你按做黃心 即不要紅心 你做腳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選擇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同場贏過的馬 根本除了晉晨、弘彩這些馬之外 已經沒有什麼 仁和嘉誠也是 我都貼過給大家 可能他賺過二檔又走進來 那就好 二、三檔都是弘彩 仁和嘉誠這些路馬加冷門 沙漿、金剛雖然贏過 但他已經11檔 所以你知谷草12米11檔很難贏 如果跟你說好容易贏 就是欺騙觀眾而已 所以不會 你會發現原來同場 他主要對手只有四隻 贏過同情 贏過 所以根本上 電子宇宙的優勢偏大 如果入三甲是曾經贏過的馬 這裡有五分三機會走進來 其實都超過一半 以他上次的能力 再加上這場 大家看看東方寶寶超眼光、金剛這些馬 跑法、沿途 看看上次的走位 你就知道這場根本沒有馬方 電子宇宙是單騎局面 有點像那次是黃腳立 黃腳立跑1650 那次我跟大家說 我說沒有馬會跟他燒 你不用怕什麼新馬 無緣無故改跑法放頭 很難的 因為馬不夠前速自然就放不到 所以電子宇宙就好像黃腳立 根本他就會放回 而這場只不過你要擔心 他多7磅會不會回到你 我會說都可以試試 因為這些馬四歲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講完這隻之後 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尾場 又是薄你不信 潘頓那些 什麼都十磅 三隻之中五街馬驚的三部 第七場我知道比較難贏 因為裡面有馬頂 而第八場那隻是實正很多的 三隻之中最實正的 如果不是新西幾速奔賽事 就不說了 第九場合夥奔馳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路程 他從來都沒有顯現過 他還有多少給我看 所以就算他加勾十磅 兼夾這場有馬頂他 譬如太陽拍檔 加州得志 多利神區等等 早段會頂缺在他外跌 我已經不算添開心了 因為添開心在他左邊出閘的時候 他自己七檔 添開心九檔 他仍然有他的優勢 你想知道潘頓剩下多少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你看看潘頓入直路之前 不是入直路的時候 是之前他怎樣走 就知道 潘頓這裏 藍色衣服 他入直路的時候已經推 其實馬不是剩下很多 有時他入直路 這裏砌了三四五邊之後 你看到他好像騎穿河首區一樣 他保持著騎的 證明馬是要早段趨策 他都知道剩下很多 不過拉斯這隻馬還有 就叫他捱得住 前置優勢又大 放的步衝又對 天時地利人和三樣東西 令到他可以再贏 這次你說加州十磅應該輸 理論上是 但是這些四歲馬會進步 所以贏開的馬 我們都是說 你有他 繼續看好他 會好過你覺得他不行 如果你由第一場 一二九磅 他贏的第一邊 你不看好他 你說九秒九很差 千杯競典很差 那時候還未贏 千杯競典 你說一三五 不要了 四歲馬一三五六檔 潘頓大熱 過六不要了 不要精明勇俊 令你標區 那條單T你中不了 好了 升了一班 你說四星三 對手那麼多 不行的 你又不要 不要 又足招 黏地不行的 又足招 結果又出一次 所以馬評分未見頂 其實你就不要這麼快說他不行 為什麼我說顏色大黃 那次我要貼給大家 因為我說中原位畢業 應該是這隻 你會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重磅不行 重磅不行 其實大家有沒有反過來想 為什麼馬會重磅呢 除了在高分減下來之外 因為他正在升上他的馬 他就是因為贏才會升上他的 分數 所以你就要看他其實怎樣贏 贏的對手是怎樣 輕不輕鬆 辛苦都不要緊 我一再跟大家說 你拿家應高星來做例子 他很辛苦地輸了 比起勢 那又怎樣 二班繼續輕鬆贏 為什麼 因為他進步 再加上那個對手太瘋了 所以贏得辛苦都不要緊 只要他的對手夠勁 斷速夠快 都是他贏的 跑馬是這樣 當然你說扶榜是否沒有影響 當然不會 但是他會進步的話 多多少少少可以消化負榜 你不要千萬等他贏完之後 贏了 減分下來才會覺得 他有機會又可以 通常未行 他過了去fit 起碼減回十幾二十分 你再看會比較好 所以這些就要大家記住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吳姦馬經 稍後還有1Q博士那些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別錯過 還有勁飛一輪那些 大家很喜歡 今次都做給大家 還有六環彩 好了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 拜拜